關聯大新聞追追追 我們一起追正向 追是非追到底 我是齊凱 我是安宥祺 先為您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政治評論員胡忠信 主持人大家好 資深政治記者周棉晃 主持人大家好 國民黨台北市議員秦慧珠 主持人大家好 民進黨立委段一康 主持人大家好 國民黨567聯盟發起人張斯高 大家好 資深政治記者陳立宏 主持人大久安 以及為我們追問 追到底的年代調查團 好 民調大幅落後的國民黨 展開了北北基開始大反攻 包括郝龍斌跟朱玉倫 今天都出來呼籲了 說基隆市的市長 應該考慮要化人 然後下午啊 已經傳出了一匹黑馬了 曾經擔任過移民署的署長 現在是我們國安會執行委員 警政跟整個情勢一把抓的 管會執行委員 謝立功可能要接棒 跳下來選基隆市的市長 不過啦 黃檢他已經講了 他說什麼 我用我的姓名 捍衛自己的清白 他是不會退協的 國民黨真的有辦法整合嗎 我們後來追一下 另外呢 所以人今天喊出來了 他說什麼 新北啊 從這個新竹以北 六個縣市要打一個全美打 要全部都勝 國民黨更規劃了 這個禮拜天就開始了 包括馬英九跟朱立倫 要一起去拉台 連勝文的這個聲勢 不過最怪的是什麼 朱立倫說 首先不能跟他說啊 我是看了報紙才知道 那國民黨跟朱立倫之間 聯絡上是出了什麼問題 大家問喔 這個禮拜天的肇事 大家會看到朱立倫 去拉連勝文的所去浮險嗎 另外一個重點 馬英九、馬總統 這時候就跳出來浮險了 人家會不會問 馬跟聯的關係會變成怎麼樣子 那馬英九這時候 既浮險對連勝文真的有加分嗎 我們後來追一下 那我們先請英王幫我們追一下 代表2014年底七合一選舉領頭羊的朱立倫 在昨天是正式登記參選了 並且他還喊出雙北雙贏 北北基三勝選的口號 不過我們知道呢 現在這個基隆呢 的人選是深陷必然風波 加上連勝文的民調又一直拉不起來 這到底要怎麼選啊 所以台北市長 郝龍斌是開出了第一槍 他是說呢 現在基隆選情已經發生很大的變化 要翻轉選情 當然就要斷然處置 他還呼籲國民黨中央 應該重新考慮規劃適當的人選 來爭取勝選 但我們知道如果黃景泰他要退 他早就退了 他是語帶嗆聲的口吻說 他說我有金鐘罩、鐵布山 他絕對不會輕言退選 還說路是人走出來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黃景泰 他的態度非常強硬 但今天另外一位副主席朱立倫 也講話了 朱立倫是說呢 中央現在應該在積極考慮這件事情 意思就是政階、政使黨 將的確是有在考慮 正前換將這件事情 當然朱立倫也說啦 中央應該重新考慮人選的問題 對於兩位副主席都說 要把黃景泰給換掉 今天黃景泰在一大早的時候 是發表了三點聲明 他說他會用生命來維護基隆、愛基隆 還說他要化悲憤為力量 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另外就是要用行動來建設基隆 其實黃景泰阿里拉大講了一大堆 他的意思就是說他打死不退 並且要堅持選到底 但我們看到現在國民黨中央全面動起來 似乎就是要振錢換將 黃景泰究竟還能跟多久 其實是有待後續觀察的 另外一個地方就是台北市 我們知道台北市 連勝文選情勢一直直直落 現在黨中央也要動起來 要來全力搶救連勝文 時間點就選在7月13號 就是這個禮拜天 他們是計劃要馬總統、郝隆斌以及朱立倫 來一起站台展開一個千人造勢 來提振連勝文的選情 但是尷尬的是今天這個媒體就問到朱立倫說 是不是有這樣的活動 但朱立倫是語帶尷尬地表示說 他也是今天看報紙才知道的 至於詳細情形 他還要再問一問 所以我們可以看出來現在國民黨中央是全力的要來拉抬北北基的選情 但似乎中間還有很多細節都還沒有喬好 而在討論之前我們帶您聽聽對於要換掉黃景泰的相關說法 黃議長我們看到所引起的爭議還有民調結果 我覺得國民黨應該要慎重考慮基隆的選情 做慎重的處理 我個人覺得國民黨應該重新規劃參選基隆的人選 他的形象 他的整體的讓選民支持度是非常重要的一個考量 那既然有發生這些問題 當然中央應該重新考慮 景泰將畫悲憤為力量 向市民證明景泰的清白 他突然說出這句話會不會讓你覺得很傷心 我覺得我們尊重任何人的看法 愛之聲則之切 清白要用生命來維護 愛基隆要用行動來證明 沒話 不只是朱立倫跟郝龍斌出來講話 今天下午最新的消息是什麼 連黑馬都跑出來 大家之前都沒有想到一個人 基隆告急什麼 可能要換了誰 謝立功 這個謝立功以前是警政 這個移民署署長對不對 是警政體系的 現在又進了國安會 等於是情治跟警政體系是雜根的 而且是基隆人 這匹黑馬看起來是有實力 不過現在問題出來什麼地方 看起來黃警察沒有退 他說我有金鐘罩鐵布山 而且用生命去捍衛 看起來整個很困難 謝立功不只是移民署長 他是調查局系統出身的 所以不只是警政 還有包含一部分的情 情字 所以如果他來選基隆市長 恐怕會讓很多人會有很多的想像 會有很多的想像 你想什麼 我想很多耶 尤其他限職又是國安會諮詢委員 會有很多的想像 不是有人講過他不操盤選舉了嗎 怎麼那麼巧 你想到金普聰嗎 對會有很多的想像嘛對不對 那而且我印象中 台灣好像從解嚴之後 就開始普遍民主化之後 很少有這種情治系統的人 去參加民選的 非常非常少 侯友宜是警政系統出身 他沒有待過情治單位 他是警 他是負責治安的 那謝立功 我不曉得他是不是第一個 但是我覺得這是非常少數 可是我覺得 我們必須把問題的釐清 國民黨為什麼想換人 是因為黃警察形象很差 有可能會輸 那如果說這個理由是換人的 正當理由的話 那我覺得苗栗縣也要換人 台東縣也要換人 徐浩昌 苗栗縣 一審判九年 覺得這個形象有比黃景泰好嗎 黃建平 他的官司已經拖幾年了 拖五年了 你覺得這個形象有比黃景泰好嗎 如果說你國民黨說 好 我因為這個黃景泰的形象 這個有爭議有很大 在郝龍斌剛剛講的 要換人嘛 拜託標立官 台東官 做那個港換掉 標準要一致嘛 標準要一致嘛 要不然 我曾經開玩笑講過啊 黃景泰如果這樣被換掉 我要成立一個 無限期支持黃景泰 參選到底粉絲團 對他不公平嘛 徐浩昌黃建平都可以被提名 為什麼黃景泰不可以 大家注意他連起訴都還沒耶 我剛剛講的那兩個是已經 都已經有判刑了耶 只是他沒有定驗而已耶 所以這是一個問題 其實我知道國民黨在打什麼事嗎 因為他們覺得丟掉基隆事小 可是你如果因為黃景泰這個案子 在選舉的時候 他變成一個全國性的議題 因為他隨時可能在開庭 對可能會再引爆嘛 對所以如果說 因為黃景泰案子 變成一個全國性議題 可能這次 今年的九合一選舉 整個選情可能 會被一個小小的基隆市 給拖垮了 所以國民黨是 顯然是想把他換掉 那但是黃景泰會不會退呢 我覺得他沒有退的理由 而且就現實 就政治考量上 他應該也不會退 除非他真的有什麼 把柄被逮到了 拿來威脅他嘛 就跟當年這個 金普聰找羅淑蕾去一樣的道理嘛 把黃景泰找去 這個你看一下 那黃景泰就只好鼻子摸摸就退了嘛 要不然如果說 就我們在跑選舉新聞 跑這麼多年來看 以前我們常聽到一句口號啊 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啊 現在黃景泰是百分之百 當選過關落選被關啊 他除非有很確切的證據 被掌握到了 那逼得他非退不可 要不然我覺得黃景泰 應該沒有理由 要退選的道理嘛 除非跟他談條件嘛 你繼續回去選議員 我保證你繼續讓你當議長 這可能是一個方式嘛 這可能是一個處理的方式嘛 各退一步嘛 這可能是最有可能的處理的方式嘛 可是我就不曉得說 基隆的選民能不能接受 這樣的處理的方式 如果你覺得 這個人已經不適合當市長了 那憑什麼覺得他又適合當議長呢 議長就不如市長嗎 我覺得這個邏輯 你很難跟基隆的選民交代清楚 這是一個 另外我覺得 就基隆的選情 是換掉黃景泰就解決掉的嘛 那基隆請問前兩任的市長 包括張通榮 包括許財力 他們留給基隆的是什麼東西 是資產還是負債 你今天不是說 我把黃景泰換掉了 許財力張通榮 長期以來 殘連最後一名的事實 他就不見了 就像橡皮擦一樣 就擦掉就不見了 這個是一個基隆市民的 感覺的問題 為什麼我們兩任市長 都是國民黨的市長 那為什麼老師都選出 這種最後一名的市長 我不曉得基隆的朋友啦 搞不好基隆的朋友覺得 市長最後一名 覺得還蠻光榮的 那就繼續選最後一名嘛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先把黃景泰換掉 張通榮跟許財力 政績不加的問題 就解決掉了嗎 他就抹掉了嗎 好像也沒有嘛 他還存在嘛 他這個已經累積了 十幾年的政治現實 依然存在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在野黨 不管民進黨 不管親民黨 挑戰基隆 我覺得這對他們來講 這是最有利的一個立足點嘛 而且我覺得基隆的選情 可能還有變化 因為我覺得親民黨 在基隆有可能不會缺席 你說劉文雄會衝出去 不一定是劉文雄 看起來當然一定 他的機會最大啦 但是因為我私下跟他聊過 他們有談到就是說 站在政黨發展的立場 好像這一戰不應該缺席 就站在黨的立場 好像這一戰似乎不應該缺席 所以如果親民黨也加入戰局的話 那我覺得這個基隆這個選戰 恐怕會變成 今年底全國矚目的焦點 而且劉文雄真的很多人勸勁喔 對啊 而且我跟大家透露一件事 有人幫劉文雄做了民調 就是在黃景泰 劉文雄跟林宥昌 三個人同時在做民調 黃景泰最後名就不用講了 劉文雄的民調 其實還蠻接近林宥昌的 那這樣國民黨可以考慮 就徵招劉文雄就好 不用謝宜公 國際賽則就有強棒了 你覺得有可能嗎 以劉文雄這幾年 對國民黨批評 國民黨怎麼會 不可能徵招 所以為什麼我覺得 基隆的選情還有變化 而且謝宜公雖然是基隆人 可是我想大概很少觀眾朋友知道他是基隆人 你怎麼去說服這些基層 當然如果說 你要用那種高壓威逼式的 逼基隆的基層去就範去接受 當然也可以 問題是他們會不會很認真的去復選 所以我覺得基隆的選情 可能將來還會有很大的變化 我也要匯豬 看起來就是國民黨 基本已經確定是要換人了 今天不是只有黑馬跑出來 剛剛我們給他看的是誰 郝龍斌跟軍人講話 那郝龍斌為什麼講 因為那個是他復選的區域 他本來就在講 最特別是朱立倫 他那麼謹慎又不是他的選區 他為什麼出來講 其實黨中央可能已經做了決定了 是好跟朱 全部都出來講 而且今天下午 人都放出來了 謝立功這看起來真的是一個強棒 可是現在狀況是什麼 你真的可以整合好嗎 現在最新的民調 國民黨在這邊都已經輸到三成以上了 輸了一倍以上了 甚至有人民調直接問說什麼 以前派個最強的 蘇靜兵去好了 結果蘇靜兵加黃景泰兩個加起來的民調 還輸給民進黨的 這時候謝立功緊急去空降 有機會嗎 我覺得像朱立倫 郝龍斌這兩位副主席的人 他們通常不太會去管別的縣市的事情 按照這個縣市首長的奮計 可是這次他們都不約而同跳出來講 可見的有兩個原因 第一個我覺得確實感受到那種危機 民意的跌落的壓力 第二呢 他們要逼黨中央表態 甚至也可以說黨中央受益他們先放炮 然後讓黨中央可以藉著這樣的一個機會 順理成章的去做一些作為 所以要他們兩個講就對了 對 所以可能是這樣子 那基隆我覺得也到了必須要快刀轉亂麻的時候 我們9月1號所有的候選人都要去登記了 今天是7月多了 換句話說9月1號七合一 所有人都要去登記了 你已經沒有辦法回頭了 所以我們只剩下 一個多月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你應該7月趕快把它處理掉 8月去療傷止痛 9月去登記開始造勢 否則他完全沒有辦法拖 而且7月29號是簽戶籍到那邊最後一天 你要找一個空降部隊 你要在7月底前趕快把戶籍籍籍過去 否則不管謝麗公還是誰 假設他戶籍不在基隆 他詳選都來不及了 那基隆其實是非常難的 他現在有38萬人口 31席的市議員 其中國民黨就有18席 親民黨兩席 所以劉文雄也是有他的子弟兵的 加起來20席 民進黨有9席 只有國民黨的一半 無黨的一席 換句話說 以這個 大家都覺得國民黨在那邊 施政滿意度是吊車尾的地方 但是到了大選 國民黨議員可以選上三分之二 那麼上一次張通榮 拿到55%的選票 林佑昌拿到42%的選票 張東榮比他多13% 這是你們的鐵票區 可是這是連鐵票都可能生鏽了 搞不好都變變了 所以以這樣一個 純藍大於綠的結構 如果說這一次黃景台不出事 他去選 他應該會驚險過關 可是他現在出事了 這個事情很尷尬 就是還沒有到了國民黨動用黨紀 把它處理掉的這樣一個程度 可是大家 我相信你現在問選民 大概一半以上都會認為說 黃景泰有問題 最新民調 6成5 6成5都是要換 對 要換 而且也可能認為他會有問題 就是說那個檢察官去 好像收到那些證據 將來是會被起訴的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國民黨要不要扛這個包袱 基隆 雖然他只是一個省霞市 可是他是台灣頭 而且就像剛剛我們年晃講的 就是說 基隆如果輸掉 你國民黨換一個人 不管黃景台退不退 這個人他打了一場漂亮的選戰 代表國民黨有魄力 注重形象 有改革的決心 去換人參選 就算他輸了 你只是輸掉基隆一個市長 如果你沒有做這個處理 你輸掉的是國民黨的形象 魄力 能力 跟回應民意的一種認知 他輸掉可能是全部的選舉 國民黨這次選舉已經很可憐了 我們的六都 高雄 台南是已經住在加護病房了 台中現在也從普通病房 要送到加護病房了 接著又出事了 桃園跟基隆都出事了 現在兩個也都在病房裡面 那麼台北市沒有出事 可是好像這個體質也越來越衰弱了 有點傷風感冒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有的六都加一個省霞市 七個地方 只有一個健康的 叫做朱立倫 新北市 只有一個體質還強壯 所以朱立倫也覺得很緊張 壓力很大 很孤單 所以他也開炮了 希望黨中央盡快處理 那黃景泰我覺得他是不會退的 因為他已經沒有路可以走了 他今天拼搏下去 他也許選不上 但是他還有一點籌碼 他不會退你們怎麼可能贏啊 你沒有整個這樣就 對 那當然也要看棄保效應會不會發生了 他如果不退的話 如果國民黨或者選民認知 把他的選票壓縮到最少 以國民黨還能夠比率大到十幾% 這樣的一個基本盤來講的話 也許還是可以贏 所以就像嚴煌剛剛講的我也很同意 基隆這一局還有很大的變數 還要看後續的發展 但是時間真的不多 不站在國民黨這邊 你只剩下到七月底 你不處理掉 你再處理恐怕也都沒辦法了 可是不管這個郝龍斌還是朱立倫 已經出來喊話說應該要換人了 黃景泰現在的態度還是非常的強硬 甚至說他有金鐘罩鐵布山 不過這個金鐘罩鐵布山 到底藏在什麼地方呢 我們從這個基隆市長 這個最新民調來看一看 根據三立新聞所作的這個最新民調 黃景泰現在的支持度只有19.1% 不到兩成 那林用昌已經衝到了44% 兩個人之間差距將近25%左右 那如果加入蘇俊斌的話 我們看到黃景泰也不過只有15% 林用昌還是維持在將近44%左右 那蘇俊斌有18.2% 那根據TVBS的民調 哇 兩個人差距更遠了 林用昌甚至已經超過了一半以上的支持度 有56%的人支持他 將近六成 那黃景泰只剩下18% 暴跌了這個17%左右 那國民黨到底應不應該換人參選 認為應該換人參選的有將近65% 不過我就要請教立宏 其實這個民調當中有一個很奇妙的地方 我倒覺得 你看 這個蘇俊斌加入戰局之後 其實黃景泰只跌了4% 可是蘇俊斌冒出來了將近兩成 所以是不是確實有很多的藍軍是沒有表態的 但從三立這個部分來看呢 那林用昌的支持度又已經超過了五成左右 將近六成了 所以你怎麼解讀這樣的一個民調呢 我無法解讀 我真的覺得 這個民調真的跟我認知相差太遠 就好像台北市一樣 對 你想想看 基隆 就是從同時其他人的支持度 那是國民黨的臣亂 你要知道那是國民黨的另外一個延安老潮 從民國39年到現在 開始有所謂的地方自治到現在 只有一個林藩王是民社黨曾經當選 另外就是因为国民党分裂 刘英雄那一次 刘英雄跟许才力 国民党一分为二 让民进党比金勇 赚到一次四年之外 从来都是国民党当选 而且都是稳稳的 这个经过政治学者去长期研究 国民党跟民进党 在几次选举里头 基本上是五三的 就五三比 剩下了两层是有五党级或其他的 但基本上就是说 民进党跟国民党 都其实是有二十趴的差距 二十趴的这种投票差距 好 那这样子这么蓝的一个地方 因为最主要是 他的选民结构有三分之一的眷村票 那眷村票是非常稳定的 都比较几乎九成都会支持国民党 那接下来在所谓的 本省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区块里头 又有国民党的本土派 所以民进党永远在那个地方 你看包括台联曾经参选 就是在范绿整合参选过一次 那个选票大概都是三分之一左右 好 那这么蓝的基隆 竟然在TPS民调做出来 56%民进党的这个候选人 56%过半啊 是啊 所以你不相信这个购物层这56% 我实在是难以继续 因为我这是T台 是啊 但是这个56%对啊 T台照理讲是蓝的支持者 或者是蓝的选民 比较愿意表态的这个电视台 过来金融市民被中信兄这个 一棒骂醒了 还是真的是已经厌恶这样的生态 所以我只能说 现在的这种民调 让我觉得年底的选举 这个变数很多 它可能出现一个蓝色 过去就是说 北部蓝大于绿的这样的基本盘 可能被解构了 有这种可能性 那如果因为马英九施政的 这种所谓的破败 再加上候选人的这种不计 或者是有暗 那你看看 这个如果说连这么蓝的 在选民结构 基本上是 国民党在这地方 稳赢的这种结构 还会出现说 民进党候选人在这边 压倒性的胜利的话 我真的觉得 那台北市 国民党有可能会输哦 你说金融做变化的话 台北大概也是多久 因为这是联动的 北北基 其实你要看 北北基 他的生活圈 是应该视为一致的啦 对 金融有多少人 每天到台北市来上班 新北市有多少人 每天到台北市上班 所以 这三个选区 是联动的 好 所以 基隆会有这种状况 我相信他也反映了台北的状况 那基本盘会不会移动 当然会 我 我小时候的高雄 我应该讲 1998年之前的高雄 我们就拿1994年的那一次高雄市长选举 你知道 吴敦毅拿到55%的选票 民进党呢 民进党当时的张俊雄拿到39%的选票 差距这么远啊 而还有其他的政党参选者 包括新党 包括五党籍 那也都是曾经是国民党分裂出去的 如果把这些泛兰的 这个候选人再加起来 1994年的国民党在高雄 有接近六成的得票率啊 就蓝军 事实上泛兰在高雄是六成的得票率 这民进党只拿到三成九啊 到了1998年 就输一点而已 55% 这个吴敦毅输了4000票 那主要是吴敦毅的表现很烂嘛 这个留在高雄又心不甘情不愿 每天在哭 所以让高雄人觉得很讨厌嘛 好 但是从1998年之后 你看 你现在还有怀疑说 这个国民党在高雄已经是非常弱势到 这个 甚至他们整个选举的板块是 绿大于蓝的这样的状况嘛 你会怀疑吗 不会怀疑 所以如果从高雄 过去曾经是蓝明显大于绿的这样子的选民结构 都可能在1998年之后出现了调整 那我也在看 选民真的是 真的是 铁板一块吗 如果真的是铁板一块 就成为胡大哥一直讲 口涛一吹 口哨一吹 就自动归队 如果真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认为马英九现在的激化蓝绿的策略是对的 因为基本盘蓝大于绿 我只要吹出基本盘回来 我用基本结构就可以赢民进党 那这样的策略是对的 但是假定 假定说现在包括T台民调 包括联合报民调 包括很多蓝色的民调 他们所出来的这个反应的状况是 可能这种所谓的基本盘的概念 我们慢慢要被解构了 甚至改变的时候 那我认为年底的选举 国民党的情况 可能会蛮凄惨的 不过令红我追问一下 如果说基隆 他其实现在基本盘的结构 其实并没有改变 可是以这样的一个状况 黄景泰不退 那国民党再推任何一个人出来的话 他还有胜选可能吗 国民党就不会赢了 如果黄景泰不退 我不认为国民党会赢了 那他有可能退吗 你认为 当然不会退 台湾叫 我这样 如果我是黄景泰 我怎么退 退的状况会更惨 第一个 说实在 国民党 过去虽然有一句话说 法院是国民党开的 但现在 总还是有一些法官 是有一些理想性的 万一我退了 结果 结果 我参戏更惨 对不对 这又被关 整个政治势力又被拔光 你说过看 黄景泰 他不愿意这样子 更多况我必须说 黄景泰的抗议有理 他的不爽有理 我们仔细来看 好 黄景泰现在 你说他土地厂商 是的 他是土地厂商 但是各位 检察官没有找到对价关系 没有找到钱 你找到那个钱是 另外一个 张女士张小姐都出来认了 那五百万是我给的 好 所以换句话说 现在的状况 黄景泰只是 就是说我没拿钱 但是我土地厂商 将来到法院 黄景泰还可以讲 那是选民服务啊 是不是 只是我方法比较恶劣一点 但是那是选民服务啊 有没有可能会过关 有可能会过关啊 所以对黄景泰来讲 现在三次生压没成功 检察官三次生压没成功 国民党的这些 公职人员提名办法里头 是说一审有罪你 才会撤销提名 所以国民党现在 你用哪一条 你用哪一条款 哪一条这个党张 这个或者是党类的规定 去要黄景泰退 不会嘛 刚刚年华也讲了 国民党 徐耀昌 在苗栗的徐耀昌 一审判刑有罪 那个是符合公职人员 他们自己的公职人员提名办法 要撤销提名的条件 结果继续啊 继续保住他的提名啊 而且还帮他 一而再再而三的 在办这种造势晚会啊 或造势大会啊 台东也一样啊 所以为什么 很简单啊 因为徐耀昌会赢嘛 同样的黄建廷会赢嘛 所以国民党在这种 你看在黄景泰跟徐耀昌 或者是这个黄建廷之间 你会觉得就是标准不一啦 就觉得国民党这是 你告诉我什么标准 所以啊 我是觉得就是说 这个党啊 很奇怪 曾如刚刚秦议员所讲的 就剩最后一点时间 你怎么会搞到到现在 你黄景泰的这个状况 现在伟大不掉 要他退也退不了 那自己的人选又 又好像 说实在这时候要接手 也很困难 我第一讲 国民党会走到今天这个境地啊 是自己造成的啦 小段 看起来 基隆会不会变天 看起来就是黄景泰 到底有没有退嘛 对不对 那今天黑马出来 问你们一下 你担不担心谢立功啊 哎 检调体系的 警政体系出来的这个人 这个人而且是基隆人 看起来又是年轻的啊 会不会真的有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你现在看到的是 郝龙变得出来 朱立允出来 今天是什么 他们整个北北纪 已经开始大反攻了 这些人都已经讲了哦 新竹以北 我全力党 我全部都是要赢的 他们连 这个礼拜天 都已经在帮年市民 开始要站台了啊 整个反攻的号角 看起来是已经起来 对不对 他们会整个声势 会不会 国民党开始缓过去了 基隆的局势 国民党一定不会放弃 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 基本盘是 国民党其实是 呃 五三比 占了绝对的优势 所以国民党一定不会放弃 那么民调应该要这样看 呃 基本盘有一些 有一些位移 但是实际上 没有发生 结构性的翻转 也就是说 今天这个民调 其实多数是因为 对国民党提名 黄景泰表示不满 那这样的一个不满 会不会产生 结构性 也就是它变成习惯性 我从此之后 就不再投给国民党了 这个需要观察 不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说从 许才丽 张通融 到现在的黄景泰 那我不相信 国民党的支持者 尤其是 这些中产阶级会忍受国民党 再把基隆人视为无误啊 你之前提名了一个 永远是排在最后一名的市长 然后你再提名一个 这个占据最后一名 更是稳如泰山的市长 而且其实是混淡市长 对啊 然后你现在再提名了一个 你现在还没有当选 就已经出这样大的 乱子的市长候选人 我支持你国民党那么久 你把我当做什么 好 那你现在你说 我现在要来补过 我现在要把这个市长候选弄掉 我另外推一个人出来 选民能不能接受 这我不知道 有可能 大家会觉得说 那我就接受了 因为反正我支持国民党习惯了 那我就支持这个 看起来似乎比较好的一个 或者比较没有那么 大的缺点的一个候选人 当然是有可能 所以我认为国民党 就是看到这一点 所以他希望把黄景泰换下来 那至于说能不能成功 我觉得要观察 不过我觉得 国民党是 在这个处理这个过程里面 除了基隆之外 另外一个观察的点 是台北市 也就是说台北市的 这个连胜文 连大公子的气势 一直拉不上来 当然国民党不可能 去换台北市的候选人 但我要讲的一点是 国民党怎么做 好 连胜文的气势拉不上来 是因为他给人家感觉是靠爸 你看连出来整合 也要请他爸爸出来摆桌 要找人家吃饭 那李登辉讲说 大人大政要叫老爸出来 大人的事情 不要这么大人 不要去做大人的事情 处理大事要叫老爸出来 这就是其实大家的感受 好 那你说你要拉抬他的气势 你说爸爸不出来了 你说不管是马英九出来 或是朱立伦出来 也一样靠别人 就我今天国民党提名的一个 市长候选人 都要靠别人 都要靠比较大的人 那我们什么时候 可以有一个大人 就其实是应该说好锦上添花吧 锦上添花是因为我已经赢了 请大家来分享我的荣光 大家替我造势 帮我这个增添我的这个胜算 可你今天你掉在谷底 我认为海北市的选民 会希望看到你自己 从谷底爬出来吧 你不要就靠着别人 从人家再来拉你 无论这个人是你的长辈 是你什么人 你总而言 自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吧 也就是说台北市的这个状况 跟基隆 台北市其实一对一的选举 国民党也从来没有输过啊 对不对 国民党其实也是占尽优势 为什么会交到你连胜文的手里面 会一下子帮的一下掉到谷底去 你要自己能够爬出来 你不要再靠别人 你要再靠别人的话 那我何必提名你呢 对不对 好 但是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我们没有看到 连胜文试图自己爬出来 你看他去找丁守中 他去找丁守中说 如果我造成你的不舒服 我愿意跟你道歉 可是问题是这样子 你连家怎么样对待丁守中 连战 透过丁远超讲了什么话 除非连战出来否认说丁远超那话不是我讲的 他说背信忘义 他说忘恩负义 他说披着羊皮的狼 对不对 在今年三月底 那个我们大家都还记得 那你怎么处理这个过程 你连家怎么对待党内的对手 党内竞争 本来就没有期待说有好话 党内竞争本来就是互相批评 然后你要站在这个 这样的一个角度说 我有恩于你 那你是要怎样 要丁守中去称赞连战吗 我们回头来看好了 你连战怎么对李登辉的 你不是李登辉一手提拔上来的吗 然后你2000年选输之后 谁把李登辉的国民党党籍开除 连战啊 李登辉说3月21号 他跟连战见面 他问连战说 我该不该辞党主席 连战说应该 而且越快越好 然后连战接了党主席之后 就把李登辉给开除了 连战有没有在这个时候 去想一想说 那么李登辉对我有提拔之恩呢 2002年陈文健访问连战 陈文健说你的那个朋友李登辉 连战说李登辉不是我的朋友 一报还一报吧 对不对 你如果说 你如果说你有恩于丁守忠 丁守忠一次又一次要选台北市长 在台北市当了这么久的立法委员 表现好不好 我至少在国民党的立委里面 大家讲解丁守忠都觉得他表现不错 在台北市经营这么久 你连先生一个儿子初出茅庐 你就要来跟丁守忠抢这个台北市长 他有机会 如果照那个时候讲法说 无论是丁守忠或者连战 都会当选的人出来选都会当选的话 你为什么要来跟丁守忠抢呢 你为什么不能让你儿子去选个立委试试看呢 对不对 那如果连胜文的母亲 连芳语 连 他会说明为什么连战跟李登辉翻脸 他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你不晓得在最后那一页 那个李登辉在台上 跟人家讲话比那个手指都比这样 比这样比这样 那五指插开 那表示什么 五号是陈水扁 他说连这个都拿出来讲 所以你看他在里面 在那个举手一直举 那个五指都这样插开 连这个都可以拿出来讲 说你看表示 李登辉根本就没有要支持连战 你如果连这个都可以拿出来讲 你凭什么 在连胜文跟丁守忠在竞争的时候 你不去丁守忠想一想呢 说我好不容易 我多年媳妇终于要熬成婆了 我在地方上辛苦经营 终于等到我了吧 该我了吧 有机会了吧 你儿子出来选 跟我选 你要看我心里面怎么想 你为什么不能站在 你如果你有恩于他 你对他栽培多年 你能不能站在他的立场去 去想一想 多么封建的一个想法 说我当初有恩于你 你现在就要让给我儿子 这就是封建嘛 对不对 你既然是这样的封建 那我们用封建的价值 来要求你 你当初你凭什么批评李登辉 你凭什么把李登辉开除党籍 一报还一报 没有什么好讲 好 基隆的显明结构 蓝绿是五三比 台北市呢 五五比四五 这个本来都是国民党大的大的 可是最近民调 也不止输耶 民调都大幅弱 可是现在开始有人出手了 礼拜天 马英九跟朱宇伦 就要去帮忙 要站台了 可是奇怪了 朱宇伦今天怎么说 我今天看不清楚 现在是什么 国民党或者林盛文跟朱宇伦之间 这联系出问题嘛 来 我们要追一下 先阶段当然我们是希望说 我在市政工作上 能够持续的努力 那盛文在台北市的一个 基层的扎根 或者是蓝营的一个整合上面 还可以继续的加油 礼拜天就会跟马总统 一起跟盛文同台 我今天看到报纸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那有这个规划 我不晓得 我再问一问 四刚 大家第一个看到这个新闻 就觉得怪怪的 马英九跟朱立伦 这两张王牌这么早就打 现在表示什么 险形是很危险的嘛 第二个更重要的 现在没有错 现在可能要大反攻 为什么朱立伦 是什么 联络上有问题吗 他礼拜天到底会不会出现 我早上看到这个新闻之后 我也去问了一问 原来这个礼拜天的活动 是市党部办 台北市党部 国民党台北市党部来主办 因为现在 国民党的立委 对不起 议员候选人跟市长候选人 都已经产生了嘛 等于利用这个周末 把这个所有的 这个提名人跟 党员跟群众 做一个介绍 所以整主办单位是 台北市党部 台北市党部 所以至于 市党部会不会再邀请 马先生或是 马主席 或是邀请朱市长 那个市党部自己来做一个 市党部主委是说要邀马总统 也要邀朱立伦 是 但就是由市党部来做安排 为什么朱立伦会不知道 我想可能他们市党部跟他联系 之间可能还没有 还没有正式的交时间吧 我觉得这是一个 这是市党部来主办的活动 我想这是一个 先这样说明 那第二个呢 你说台北市的情况 我觉得 并没有像媒体所描写的 这么这么糟糕 当然是联社文第一次参与这么大的选举 他需要一点时间去做一些 集合他的大员小员 把这事情把它 像一个统窟一样 把它哭起来 那我觉得在这个统窟的过程里面 一定会出现很多的困难 那包括刚才段委员讲到 跟丁委员的关系 不过丁委员我觉得他非常的有气度 非常大气 也愿意在这个时候 就表达愿意支持这个联社文 所以时光你认为丁守中这一块 已经整合好了 我觉得认为你整合好 我觉得整合好 而且我认为其实在选举过程当中 在出现过程当中 我觉得一些恩恩怨怨 我觉得现在不必再去提了 也不必再去提2000年发生什么事 我觉得我们未来的选举 都要看未来 我觉得我们一直把问题 去谈到过去恩怨的时候 我觉得我们的政治 走不出一个前途的光明 我觉得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 在这个整合的过程当中 包含跟市议员的整合 跟立委的整合 跟其他的有关新人的整合 我觉得一层一层 现在正在架构起来 我觉得架构起来 是慢慢 我相信这个支持度 跟看好度 会逐渐恢复到 应该有的那个水准 所以时光年的意思是说 这个礼拜天 会不会看到马英九 跟朱立伦去帮联署 这要看党部的联署 对 我想是看党部的安排 看他在这个战略上 怎么去做一个规划 是 不过钟信兄 这个市党部办的活动 结果是党中央放的消息 然后朱立伦说 他是看报纸才知道的 这感觉不会很奇怪吗 所以是不是 马英九太想帮这个 连胜文站台了 认为连胜文的选情太高级了 马英九会有这么好心吗 可是你再看看朱立伦的态度 他却是讲说 他不知道也就算了 而且要连胜文 你先去好好跑跑基层 先把这个蓝军的内部 整合起来再说 所以朱立伦这个立场是 他自己都自顾不暇了 我现在先顾我自己吧 怎么还有时间来顾你连胜文呢 还是真的有他自己的考量 如果对照昨天自由时报专访 这个高一人你看出来 其实朱立伦已经在展现 他的储君的主体性 要从这样看 我要从基隆再谈到朱立伦 我要先向美丽主持人申诉一下 我对基隆市民可不是当头半喝 我是苦口婆心 我是慈眉善目 我是活心魔口 我的好朋友谢国人立伦 他刚兴奋不久 今天带着他的论魔妻子 随着立伦考察团到英国去 他要逃避基隆市长的政召 招屁 所以现在逃一个谢力公出来了 我当心谢 谢力公 没有 好了 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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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当心赶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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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 一邊選還沒事啊 對不對 趕快馬上被羈押 開玩笑 今天一個新聞大家漏掉了 只有蘋果是報告了 調查局長全面啟動連人方案 警察分局長以上 就西樓分局啦 假設以上總共五千人全面調查 要選舉了 便得比較這樣 寫地址丟出來了 鎖定了五千位高官跟民旦 今天還傳了民進黨的秘書長處長 吳釗燮被傳了 是不是現任代表對前任代表 要有問題是不是 我在猜場 因為都做駐美代表 你們記得馬上王在中美周說的 館會秘書長 只要我叫他管什麼都能管啊對不對 誰說只有什麼情志 什麼都能管啊 開始行動了 我還是這樣很客氣 要笑笑講對基隆市民這樣笑笑講 不然你會誤會 基隆市民為什麼變成二等城市 自作自受 民主就是自作自受 因為你選出來的啊 山正啊 從許財力 張通榮到皇家 山正出局啊 我要請教你們啊 基隆市民 你們縱容政客 恨行到幾時 有什麼樣的選民 就什麼樣的政府 有什麼樣的選民 就什麼市長 不要怪別人 怪你們市民這樣就好 選民 好 國民黨黨中央 有把你們基隆市民當一回事嗎 沒有勞賣啦 找一個謝立功啦 當然他希望立功 這名字也不錯 立功啦 撿到哪裡就是菜獎 是這樣選的嗎 假的人是台灣頭耶 那邊說 撿去買 那邊說 調查買 我爸爸說的啊 我說過我爸二戰期間就是在 當日本軍的炮兵軍官啊 我爸自己跟我講的 基隆七十年都沒變啊 七十年沒變啊 也許流民人出來說 從清代末年到現在都沒變也不一定 基隆市很落後嘛 事實嘛 何必對基隆市民講假話呢 請基隆市民歡迎的選民專業 富汗 熱情責任感判斷你 我要對我的好朋友 劉贏雄先生 公開呼籽 出來採選 為什麼 在跟國民黨協商 為什麼 你劉贏雄可以跟國民黨黨專家說 保證互相毀滅 對不對 保證美俄的盒子 保證互相毀滅 你丟盒子的盒子 打我丟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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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國親兩黨推出共同候選人 請問大內出身的宋主席 應該是你表現機會吧 談判吧 講結論 要出例子 基隆有個廟宿是每年七月半都要開關是不是 那什麼廟宿 老大公 街人現在的市長 好說你說 水鬼聲聲風 水鬼聲聲風 照不住 水鬼流汗咖 要做聲風 聲風流出唇 但是大條要有威士 就是過去水鬼 水鬼流汗咖 壓不住正腳 國民黨一定會分裂人兩組 黃景泰一組 謝利公一組 我引用剛剛秦慧書的話 什麼叫做送加護病王 送辛亥隧道路口那一棟建築 這應該沒什麼好笑的吧 事實啊 回到朱立倫 朱立倫已經把2014的選舉當作 2016的大選在開打了 高宇仁不過露出口風 北北激逃 北部大都會 用古代的刀造成天子腳下 天子腳下 經濟重地可不能出事啊 不然敵人從山海關進來就垮了 因為有蘇富奇的壓力 國民黨視為集中選舉 朱立倫比馬英九 金普通更急 所以他要展現主體性 我不知道 我希望馬爾金兩位 下次有重要行程要告訴朱立倫 先來以後你要靠朱立倫保護 對蔡英文不要過度了 如果蔡英文萬一當選 你每天罵他 他當選了 搞不好叫局長把那五千個名單送給蔡英文 你也是一份 我再說過一次 公平對待 但是從基隆市的市長選舉 我再請教基隆市民 你們為什麼不發出聲來 自己推選出好的候選人呢 這是我對基隆市民 我應該笑笑的講吧 故意吧 不是嗎 欸 連王 這有點是什麼 總統大選已經開打了 他今天講什麼 新竹 宜北 六縣市 全部要全來打了 可是大家都要問一個問題 你是怎麼台北市 你這樣去浮現雷勝文 為什麼你看報紙才知道 是那個聯絡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第二個 大家也很有興趣 不只禮拜天看朱立倫有沒有去 表現是怎麼樣子 馬英九要去幫雷勝文 這個很敏感的關係 馬英九在台北市 去幫雷勝文拉手 去講話 到底是國民黨是什麼 發展的票會寧寄嗎 可是會不會擔心 有些人中間選票會不會跑掉 感覺馬英九這個禮拜天 如果就出現的話 好像早了一點 對 因為我記得 馬英九1998年 第一次選市長的時候 當時也是因為 當時的情況只是有點 現在其實有點複製當年的情況 當年的國民黨主席 跟總統叫李登輝 然後當時政壇 李登輝就不喜歡馬英九 因為馬英九當時辭官了 他不喜歡他 所以當馬英九確定參選之後 他就是在猜測說 李登輝會不會去幫馬英九站台 結果我記得 選前一晚上 在百靈國中 李登輝把馬英九的手拉起來說 你是吃什麼米 喝什麼水 你是新台灣人 馬英九就這樣 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吃港的新台灣人 當選了 你不能否認 李登輝那個拉手其實 拿了很多台北市國民黨的本土票 因為很多本來國民黨本土票其實 是不一定會投給馬英九的 所以照理說 如果馬英九把自己當王牌 或是說國民黨整個輔選架構 把馬英九當王牌 王牌怎麼可能會現在就出呢 應該是最後才出嘛 是不是因為選情太緊急了 只有一個可能性 就是說輔選架構 已經不把馬英九當王牌了 反正第一度先打出 很快 你先出掉再說 而且感覺上硬拉著朱立倫 可是朱立倫卻反而不知道 朱立倫說我是王牌 我怎麼可以那麼早去呢 王牌當然是最後啊 而且我還是維持我一貫的論調 朱立倫要輔選 可是他不會跟你搞什麼連線 而且如果朱立倫2016要選總統 他現在一定要把那個 輔選的氣勢跟規格 他一定要把自己往上拉抬一個等級 我可以去幫你連送人輔選 我可以去幫你吳智陽輔選 我可以去幫你將來 不管是謝麗公黃景泰輔選 都沒有問題 可是我不是跟你們同樣用 市長候選人的身份去 我不跟你搞連線 一定是我是用比你高一個規格 高一個等級的 就也許是國民黨的準儲君 或是準總統候選人的身份去輔選嘛 這樣才符合朱立倫整個的生涯規劃 如果他2016還想選總統的話 因為他如果現在把自己搞到 跟連勝文跟胡志強跟吳智陽 同一個等級 那2016為什麼朱立倫會有機會選總統 連勝文說我也有機會啊 你沒做完我也沒做完啊 對不對 吳智陽如果當選的話 為什麼我不能選總統 為什麼一定非你朱立倫不可 所以一定要把那個急劇 要把它拉出來 可是我覺得朱立倫這兩次 對於台北市的 包括勝利連線 朱立倫也是不置可否 包括說禮拜天要去幫連勝文站台 感覺朱立倫好像 有一句誠意是說欲懼還贏 可是朱立倫我看是 他是很想拒絕 他也完全不想去 要不然他以朱立倫的精明的程度 他不可能說 媒體去問他的時候 他說我看到報紙才知道 你不知道這樣講會得罪人嗎 一定會得罪人的啊 不管是放消息要逼朱立倫去的人 還是說連勝文我相信他是 忠心的期待朱立倫可以去 拉他的手幫他站台 那我覺得朱立倫不會講這種 兩邊都得罪的話 所以這裡面 到底是不是有什麼隱情藏在裡面 我覺得這個後續 也許禮拜天我們可以來觀察一下 搞不好馬英九跟朱立倫搞不好兩個都沒去 搞不好只去一個 也有可能兩個都去 就三種可能性嘛 三種可能性嘛 那到時候到底是哪一種可能性會發生 現在看起來有點撲朔迷離的感覺 問大家一起去玩啦 禮拜天大家在看喔 朱立倫有沒有去 馬英九有沒有去 本來這個組合看起來是好的啊 你說這個什麼 馬英九叫朱立倫加這個連勝文 叫做立馬勝 就是馬上勝啊 這問題是大家問第二個問題 現在雙子要再顧 王牌就打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為什麼朱立倫是這樣的反應 朱立倫到底有沒有真心 還是他還在等時機才能夠去幫連勝文 最敏感的 是馬英九 馬英九這麼早就來啊 這時候到底 馬英九在台北市 或許連勝文沒有馬英九的支持 整個犯人沒有領解 可是他這時候就出牌 會不會下走一些炮 一些票就跑掉了 剛剛朱立倫說 他不知道 這個禮拜天有千人造勢活動 我這個小小的市議員也不知道 連你都 我到現在也沒有被通知 市長或者是 你是候選人耶 我也是今天看報紙知道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活動非常的奇怪 所以我覺得是主角耶 對 你應該沒有 藝人應該也是主角 因為他是候選人 他們說要幫藝人造勢 對 可見這個活動辦得非常的急 那活動辦得這麼急 一定是他可能是臨時擦播的 需要盡快的去做一些活動 來快速的拉抬 那是因為民調多多太多了 是很急的 對 剛剛年晃提到 馬英九還有李登輝 他們第一次造勢是在選前 所以李登輝出手太早 可是我們再回想一下 那是1998年 那時候的李登輝聲望正高 馬英九只要往那邊一站 選票就靠攏 聚光燈就靠攏 那個時候的李登輝跟馬英九 跟今天的馬英九跟連聖文 是完全不同的 所以馬英九不是王牌 所以我們剛剛在問 馬總統這時候來 沒有錯 泛男的選票會凝聚 可是會不會有些票就跑掉了 所以那個時候 李登輝可以晚一點出手 這時候我想黨部 台北市黨部 他要付輔選大折 如果說市長都落選了 那主委怎麼辦 可能要記過或者怎麼樣 所以台北市黨部一定很急切的 想要幫連聖文去辦一些造勢活動 那辦這個造勢活動怎麼辦呢 一定要找一些撐場面 那第一個當然是馬總統 馬主席一定要來 第二呢 好龍兵可能不夠看 所以要去找朱立倫 所以三個都加起來 所以他們一定是這樣子的一個組合 可能辦得很倉促 所以我個人 我們這個市議員到目前沒有收到通知 也沒有得到邀請 可見的就是說 也許我們禮拜天有行程 但是我們去不去都不一定 或者是說無所謂 只要是這個 是剛剛不是講 你們是主角啦 市議員是主角 今天聯合報幫連聖文做了半版的這個專訪 幫他加分很多 那我們也可以看到 連聖文自己內心的剖白 第一個他提到說 他錯估黨內初選的情勢 犯了戰術戰略上的錯誤 當時一切都是急救張 所以註下了很多難以彌補的裂痕 那就讓我回想起來 當時啊 市林區黨部辦了一個慶聲會 結果呢 聯聖文陣營找了一群的打手 年輕人 跑到那邊去鬧場 舉牌子 然後當這個主委講話的時候 他們就去嗆瞎 跟這個主委台上台下對罵 我想那個鏡頭 大家可能都還記得 那就讓我覺得說 聯聖文他跟我們不一樣 像小段啊像我 我們都是從小選戰開始打 我們先幫人家助選 助選完後自己選個議員 從小選區議員選立委 立委然後再往上選 所以我們有非常多的助選 跟自己打選戰的經驗 打選戰也是專業啊 選舉也是非常非常深奧的 有很多妹妹嘎嘎 可是聯聖文從來沒有打過選戰 一開始他就打市長級的大選戰 而且他什麼都沒有做 當時他的民調就四十幾趴 所以他覺得選舉好容易啊 我只要罵罵大明王朝 我只要說說什麼 我的民調就來了 所以他坐在那邊 躺在那邊 民調就四十幾趴了 因此他錯估行事 因此他當時做了很多的 去得罪了黨工 得罪了地方的義務幹部 得罪丁守忠的班底 丁守忠支持者 現在才來道歉 如果當時他做的事情是 我們經過很多次選戰 我們知道初選階段是一回事 初選完了你還要去靠人家來幫你忙 所以初選的時候絕對不能刀刀見骨 否則你很難彌補 就不會有今天這個問題 那另外他還提到說 他現在在做大元跟小元的整合 所以小元是競選團隊的整合 大元是藍軍的整合 這個讓我們看了以後 嚇一大跳啊 心驚動魄啊 驚心動魄 好了 他自己說他花了好幾個月 在做競選團隊的整合 這表示什麼 表示內部團隊不合 內部自己的人 可能文宣族跟組織組都在打架 所以他自己要親自下去整合這些人 那他說現在整合得差不多了 開始去做藍軍的整合 那也讓我們更清楚的看到 他自己也知道藍軍不合 藍軍對他不見得支持 就像我剛剛講的 你在初選的過程中 你得罪的不是丁守中 你得罪的是很多基層的黨工 跟基層的義務幹部 那現在你要去做這些整合 你選戰打了幾個月 把人家都得罪光了 你可能要花加倍的時間 跟力氣才能夠整合 今天你去給丁守中握握手 道個歉 也許丁守中的支持者 心裡會稍微撫平一點 但是他馬上就開始去 熱烈的擁護你支持你嗎 我覺得也沒有那麼快 所以我覺得這個連勝文現在呢 他自己需要去努力 就像剛剛我們小段說的 你自己要自救 要爬起來 但是感覺上他自己 好像爬得比較慢 反而是這個輔選的人 大家為他造勢比較快 所以我們就來拭目以待 看看這一次禮拜天造勢活動之後 他的民調可以漲幾趴 對啊 司高你怎麼看 剛剛議員其實已經點出 非常多的問題了 包括丁守中 你說丁守中人家脾氣是很好 沒有錯啊 可是問題是 你們一開始在初選的時候 連勝文自己都講急救章 那為什麼選完之後 最該整合的丁守中 你們隔了兩個多月 才去跟人家整合呢 我想這個東西 丁守中委員跟連勝文 在初選結束完之後 當天晚上就互通電話了 就有互通電話 你就當天晚上有 誰打給誰 連就打給丁 是 連打給丁 對 連打給丁 然後他就有互通電話 那彼此也都互相表示支持 那也對於過去的一些 言語的部分呢 希望大家能夠諒解 所以我覺得整合的工作 每天都在進行 我認為是每天都在進行 並不是說 他只有這個時候在整合 過去幾個月沒有在整合 所以我覺得在於 這個台北市的這場選舉裡面 不管在初選的時候 或是在過去任何一段時間 得罪任何人 那我覺得這個彌合的工作 都在逐步逐步的進行 我相信每一個候選人 在初選階段 或是在大選階段 都會面臨到各式各樣 各種不同人的整合工作 我相信今天如果是 丁守中委員 取得了國民黨的這個代表權 他也必須要做整合工作 同樣的我想他在做這個整合工作 應該是一個候選人 必須要做的事情 沒有看到那柯文哲 他在取得了民進黨的支持之後 他也在做很多的整合工作 他也尋求台灣英文的支持 也是尋求蘇貞昌的支持 還有像蘇貞昌要求團隊能夠入住 所以這本來就是一個候選人 應該做的事情 我覺得這沒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 只是說在媒體 特別喜歡看國民黨的內鬥 或是很容易就把一些 國民黨的一些言語去做一個上檔 可是連勝文自己也說 你們小緣要整合 就像議員講 這表示你們小緣 這個競選團隊自己本身就有問題 我想應該是這樣講 因為當初初選 他一樣進行的比較快速 決定也快 然後當時是有比較少的人 來組合起來 當時有的是醫工 然後放下工作 來幫他去衝刺這樣的選舉 但要去擴大了之後 他就必須擴大參與面 包含原本的組織的 或後來外面再找一些專才 加入這個競選團隊 我覺得本來就是一個 在競選過程當中 非常正常的事情 好 這個禮拜天 馬英九 朱立倫 郝龍斌跟連勝文 這個合體到底會發生多大力量 我們要好好去追 特別是什麼 這裡面牽扯到非常敏感的 馬英九跟連勝文之間的關係 甚至呢 那朱立倫那天到底會不會去啊 去的會有什麼表現 這個都我們要好好去追 對台北市這次選擇影響會很大 另外呢 連勝文接受的專訪 他講了很多很多 他內心的這個話 我們好好來追一下 來 請先幫我們追蹤一下 好 我們要知道的是 沒有到投票的那一天 選舉結果會如何 真的很難說 但是目前可以確定的是 在台北市這國民黨的連勝文選情 現在真的是相當告急了 那麼在今天其實他接受媒體專訪的時候 他也第一次坦承說他內心當中 是有所恐懼的 包括什麼呢 他講到說呢 這國民黨是非常龐大的組織 但偏偏呢 組織就不是連勝文擅長的 那麼剛剛也討論到了 也就是兩個圓圈的部分 我們來看看連勝文怎麼講 連勝文就舉例了 他說其實在小圓的部分 是競選團隊必須要來整合 但是整合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下來 這整合還是沒有百分之百 也只有九成而已 那麼當然在藍軍的部分 這範圍就更廣了 也就是所謂的大圓圈的部分 這大圓圈呢 現在藍軍內部整合呢 也只有六到七成 也還是沒有到百分之百這麼多 那麼當然啊 他就說自己現在啊 當然是希望趕快把這國民黨內部整合起來 才能夠來充斥這一場選戰 不過要來看到的是呢 除了剛剛秦議員有提到的部分 也就是他說啊 他自己錯估了情勢 沒有想到說這個選舉會這麼激烈啊 所以犯了戰術跟戰略的錯誤之外呢 其實他認為這外部呢 也有一些部分是影響到他的選情的 包括什麼 他說他勤走基層的狀況之下 他觀察到了軍公教的政策改變啦 以及十二年國教的措施呢 引發了民眾不滿 其實對他來講都是有所衝擊的 而且他也形容自己呢 過去啊 一開始本來是個蒙古機兵 但是現在呢 要來打正規戰 變成一個正規步兵 當然是希望不敢大意 在接下來五個月的時間當中 一定要趕快把選情給衝起來 那當然連世文著急是應該的啊 那麼爸爸著急也是應該的啊 我們來看到連爺爺他出手之後 不是來做東請客了嗎 難不成就是因為民調系列 真的太低太低了嗎 但連世文在今天呢 也做出反駁囉 他說其實這次在一個月之前 就已經定下來的事情 並不是因為民調變得很低 而且他還說啦 如果是我出面來邀請大家吃飯的話呢 對方一定會告訴他說 不用客氣啦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呢 所以才會請爸爸連戰來幫忙出手 但是你也知道現在國民黨上下 不是都要來救救連勝文嗎 除了講到了這馬英九 朱立倫考龍斌要同台力挺他之外呢 其實在連陣營這個部分也告訴大家了 從七月開始也說是所謂的七月大反攻呢 除了要推出競選政策 已經廣告文宣之外 還要舉辦三百場基層黨員的動員會報 這組織戰呢要正式來啟動了 而到了八月底九月初的時候呢 希望趕在十九全會之前呢 要來成立連勝文的競選總部 而從九月開始呢 就是要做選前衝刺了 包括了大規模的掃街跟造勢呢 活動都會一一來舉辦 因為不要忘記囉 其實國民黨秘書長周永全告訴大家了 以目前他們的內部民調表示呢 其實連勝文啊只輸給對手 柯文哲5%而已 但說真的這5%呢 要追不難但要追也不簡單 到底能不能夠追上來呢 就來聽聽看連勝文的最新說法 來來利用聽了有什麼感覺 他等於是第一次喔 他首度坦承說他黨內出嫌 那個情勢判斷是有問題 所以犯了錯 現在整合到底 問題是到底整不整合得起來呢 如果參選這麼痛苦 你不要選 要放棄快樂生活 我們何人啊 對不對 其實說實在林公子 生活好過得很 對不對 那你如果要出來選 就不要講這種話 人家犧牲奉獻 犧牲奉獻也不需要自己講嘛 犧牲奉獻要讓別人感受嘛 我再次強調 那趙勢剛講就好 沒有 對啦 不然我就講說 不然連勝文就講說 我把我的地寶捐出來當公益 這句話我就給你鼓鼓掌 對不對 不要講說我放棄 比較快樂的生活來選舉 好像這樣子我們選民就欠他 天底下 怎麼有這麼便宜的事情 我們話再說回來 禮拜天的千人造勢大會 你就知道 為什麼國民黨的選情 尤其林勝文的選情 為什麼會在台北市 會出現這種低迷的狀況 就是說主角 請會 請議員 他們市議員是主角 說實在的 連勝文要跟市議員啊 要更緊密的結合 共同造勢 因為市議員自己要選 如果連勝文搭著市議員的車子 如果雙方面互相拉抬 那速度就很快 而且這個選票也比較容易 容易對外擴張 是 那但是呢 結果弄到後來 這請議員 沒被通知啊 看報才知道 那幾個造勢的要角 也都是看報才知道的話 那 那 沒怪 走到今天這種地步 真是 一點都不令人意外 不過我倒是奉勸了 請斯剛回去告訴連勝文 千萬不要跟滿酒握手啊 我知道恐怕選情 只會更糟 不會更好啊 那天主去滿酒 應該是拉著連勝文的手這樣啊 就跟李登會當初拉他一樣 戴手套 剛剛 秦議員已經說了 當年的李登 李登輝他的聲勢是很好的 對 當時的國民黨在李登輝 跟民進黨 因為那時候 民進黨還有李登輝情節 所以你要知道李登輝 他 當時他掌握國民黨 是掌握得非常非常穩固的 而且在民間也有高聲望 所以李登輝去拉馬英九的手 因為馬英九形象本來 當時是 是被培養的 早就被過度包裝到 很漂亮的形象嘛 那李登輝在這麼一拉 那他就掌台 那就產生了補充的效果嘛 真正的 所謂的 浮選 就是說選將也強 浮選的力道也夠 那當然會 打得很漂亮 現在是 馬英九的執政真的是有夠 糟糕嘛 就是最近單單一個米粉改炊粉 過來文香改文勳 你就覺得 這是什麼政府啊 沒事做 那十二年國教的會考 現在 政策已變了耶 現在什麼二免 現在公布急劇到0.3%啊 人家本來那些抗議的團體還說 我只要0.5%就好 結果他竟然 好啦我給你0.3你看 就搞到很多本來挺十二年國家會考的這些家長團體 現在反過來說你這什麼政府啊 遭令細改 你看 在我們最近在注意選舉話題的時候 你看這個政府做了多少惹民怨的事情 你要跟 你看改革民 包裝要不要換啊 包裝換 換了之後又跟你想說 好啦那錢訂作銷 那時候注銷 那包裝再換回來 你這擾民嘛 這是什麼爛政府啊 是不是 所以馬英九現在搞成這個樣子 你覺得他去拉連聖文的手 那是加分嗎 絕對不是加分嘛 所以我真的是勸連聖文 千萬注意 不要跟馬英九握手太久 或者是拉手拉太久 否則選情只會更壞 不會更好 那朱立倫今天講話就有點酸 看報才知道 朱立倫很聰明 所以他就笑著講 但是你想想看 這何等經過政治力量的人 即便看報才知道 即便說他根本沒約好 你也不需要講啊 他為什麼要這樣講 其實朱立倫的說看報才知道這個話 是透露了他的心機啊 朱立倫對 我相信對現在的執政 就是對現在的國民黨的馬金體制 其實心裡面是有怨的 是 好 但是他也很清楚 現在他選新北市市長 是在幫馬金在鞏固政權啊 我如果 那對馬 那連這個 你要知道就是說 朱立倫如果選的 新北市選的好 而且帶動了台北市基隆 甚至周邊桃園的選情 而讓整個國民黨政權穩固的話 他是幫馬英九一個大忙啊 但是對他來講 那馬英九政權穩固 朱立倫就更慘了 因為馬英九政權穩固 那馬英九就 就未必要朱立倫選總統啊 馬英九就更可以去玩他的 這個接班人遊戲嘛 可是他如果這個民調 民調跟得票衝很高的話 他不是更有利嗎 但是你要知道 其實這些 這些所謂的最高權力者啊 他們的心態啊 未必是我們能想像的啦 你覺得馬英九還是要 要無頓利不要主義 你不要講別的嘛 就連勝文的爸爸連戰 當初是李登輝指定的接班人 而且李登輝一路 就是栽培他 但是他不讓連戰有自己的想法 連戰那時候出了幾本書 展現自己的想法 李登輝一生氣連戰 就得把那些書收回來了 不是嗎 因為他不允許 就這個最高權力者 他不允許 即便是我的接班人 你有不同的想法嘛 那今天即便馬英九 是個弱勢的領導者 但是在國民黨那個權威體制之下 他恐怕未必會讓朱立倫自行歧視嘛 事實上你看朱立倫想選總統 這馬英九就硬是壓他去選新北市嘛 所以朱立倫現在是 他真的是陷入一種矛盾情節 選得太好 這個穩固了馬英九政權 那他的2016年其實會有障礙的 會有馬英九障礙 那選得不好那慘了 只有他一個過關其他都輸 但是基本上你要知道 國民黨的支持者就會趕快趕快 誰能救國民黨啊 那這時候就看到朱立倫了 所以那是對朱立倫來講 反而是一個機會 所以當然拿捏困難啊 拿捏困難 所以朱立倫的內容 我看不到才知道 你知道他的片變成說 最好國民黨不要選太好 也不要選太差 就對朱立倫來講會是這樣 所以我是這樣來看 我是看說朱立倫他的矛盾情節 從他的話語就知道 好 我們再來看 張永泉這話 他說這個他們內部民調說 連勝文只輸5% 我不看在那個數字 我看的是連國民黨都承認連勝文輸 輸了 對 你知道這才嚴重啊 所以我必須講啊 選舉就剩幾個月啊 現在7月中啊 對不對 投票11月29號 剩下4個月 還要整合嗎 說實在的 作為一個候選人啊 你是在前衝 前面衝啊 後面的團隊自己跟你走啊 以前陳衰扁 他就是 他就是玩這個嘛 他很清楚 民進黨的天王 未必挺他嘛 但是他就一個人往前衝 這些天王自動跟上來嘛 當你把事做出來 底下自動會整合嘛 所以今天你想想看 如果說 連勝文在聯合報的這個專訪 合理的話 那我告訴你 但用在柯文哲身上 就覺得 那連勝文這句話更可笑了 請問 柯文哲有組織嗎 沒有耶 柯文哲什麼大元小元 他連元都沒有耶 對不對 更甚至也沒有 國民黨的龐大組織 但是請問柯文哲為什麼 可以四成幾的這個支持度啊 是不是 所以我都覺得說 這個這個 連勝文的這些專訪內容啊 都讓人家覺得 還在 還在東怪西怪 說實在 說實在 真的自己先自立自強 焉有主角等燈光啊 你今天真的那個事起來 自然而然 自然而然會往你這邊拒 會幫你做事情嘛 甚至會自己去 花錢來幫你造事 花錢來幫你找人嘛 結果今天搞到後來 這事是越做越差 越做越虛 再來怪人啊 大元小元 有時候真的想 國民黨在台北市 是組織跟基層 算是在其他地方比起來 台北市是算最健全的 結果還會搞成這個樣子 讓司坎回應一下 讓司坎回應一下 OK 謝謝利鴻哥 很多的這個指教 我想這是一個 最基本的一個問題 就是現在不管 朱也好 吳敦也好 是馬英九也好 或是現在重要的各個參選 事實上是一個命運共同體 如果今天假設 重要的地方 該贏的地方沒有贏的時候 台北市輸掉了 假設該贏的地方沒有贏 那事實上對於2016的 國民黨候選人來說 都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對馬英九的領導威望 也是一個很大的傷害 所以我覺得現在是 與其去分 怎麼去這個博弈理論 去計算怎麼贏怎麼輸 我倒不如現在把大家 看成一個命運共同體 該贏的地方一定要贏 萬一能輸的地方 一定要輸得漂亮 我覺得這是一個 國民黨目前最需要的 一個大戰略 所以你說朱立倫 我覺得他並不是一個小氣的人 不會說 我去計算說 這個時候出來拉抬 或在下個月出來拉抬 是不是效果不一樣 我覺得他該站出來的時候 我相信他自己就會站出來 我覺得這是一個 第二個 馬英九作為一個 台北市的老市長 這個時代 事實上他的政績還不錯 還不錯 我覺得以一個老市長的角度 去傳授一個市長候選人 我覺得本來就是很應該的事情 我就不必去說 他怎麼死亡之惡 這些民間傳說 這些 我只能算一平手 我一個老市長去 去把一些經驗傳授 我覺得本來就是很正常 包括郝龍斌 把他經驗傳授給連社群 我覺得也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那我覺得大家不必去 把這些人的計算 看成一個選舉的一個盤 事實上我覺得國民黨的支持者 事實上如果去燃起他們的一個危機感的話 我覺得選舉還是大有可為的 胡大哥 現在最重要的是 連勝文他現在第一個 坦承到自己的錯誤對不對 他提到兩個圓 他這個小圓就是他進前總部 他已經開始在整合了 整合九成了 那另外一個 就整個國民黨的整合 是只有六到七成 可是我們就討論下來 朱立文這邊沒有整合好 連秦衛珠這些市議員 整合看起來都是有問題 更敏感是什麼 這禮拜天為什麼重要 因為馬英九跟連家 不是只有連勝文 連家之間這個敏感的神經 不過你之前罵他什麼 大明王朝這個東西 禮拜天大家是會檢視 不是急不舉手的這個問題 甚至馬總統沒有錯 馬總統如果不支持的話 他至少如果不支持連勝文 南京至少跑到10%應該會有 可是相對的 你如果剛剛政績不好 會變成一個重大包袱 所以馬英九跟連勝文 這個禮拜天怎麼互動 未來關係 這很敏感 我從來不在馬豬連的矛盾做文章 其實到後來他們是坐同一條船上 因為連續幾天我們談連勝文 我今天接到一位 國民黨籍的台北施議員電話說 為什麼連戰的五五千歲燕 可以吃牛排 然後他跟我們施議員談 只坐上一杯茶跟幾個餅乾而已 你看 貧富差距 住在地堡太高了 不是施議員太年輕了 你看最準 連勝文現在出來 有沒有台北施議員在旁邊 還是快閃 那叫做李國修 不是 連勝文屏風表演班 最準 看看身邊 我不知道請議員有沒有在那旁邊 富氣無富度 有線才有鏈 如果連家自己不發錢 而向企業募款大家都看得很準 對不對 包括自己經費 好 柯完哲民調45 百分比 我說過叫玻璃天花板 現在柯文哲是要再玻璃天花板 再打個洞再轉出去 到目前為止 這裂縫還沒出現 現在是為什麼林勝文變成 從基本盤的55掉到25 這30%都還沒去 神秘百木塔三角應該很遠吧 在中美洲吧 不在這裡吧 大圓小圓 坦白講我看我們在講一下 看一看 看一看 再忘記了 黨員說 刷酒店怕甘老 有沒有聽過 在三周三半年打陀螺 轉不起來 就是轉不起來嘛 刷酒店怕甘老 連勝文黨認為 參選就已經當選了嘛 日本沒扣勢啊 想當男兒啊 沒那麼簡單啊 我光幾兩天就好了 光國教十二年 光民生務教 欸 今天公布囉 六月的CPI創新高喔 我舉例子 因為我每天都工作很忙 我只能吃個三明治 以前22塊 那個麵包店是22塊 下面30塊啊 齁 漲多少 我說為什麼漲 因為物料漲 我還是要照買 最近我請朋友吃飯 以前1500塊套餐是非常好 五星級囉 現在1500塊吃沒東西 2000塊去掉了 最終3000塊再有東西 放在這裡 高檔中檔看出來 那林詩文當中受影響了 我最不能同意是 他參選是放棄快樂說 我聽不下去了 我講個故事 在希羅多德歷史裡面 那個故事 有個希臘國王說 他要追求快樂 因為他跟他老師哲學家說 我要追求快樂 老師那你怎麼樣 我說要從希臘 跨海打義大利 然後呢 再打西班牙 然後再把北非打下來 那老師說 那你就快樂嗎 那你現在不用打就可以快樂了 你不用打真的快 現在就可以快樂 回家抱老婆 抱小孩子快樂了嘛 你現在不用快 不要放棄 你回家抱你老婆 跟你蔡依三組 義大利麵 就可以快樂了 不需要參選 我意思是說 其實今天連戰跳出來 緊張焦慮是有道理的 連戰的二代劍 要我們繼承 我再說 台灣的拉法業二代劍 還沒有繼承過 不能輸 二 連戰兩岸關係 如果連戰敗選 腳軟軟軟 我不是要再形容了嗎 軟軟軟了 習近平的家業都沒有了 第三 連勝為還是後馬時代的接班群之一 好 我談丁手中的整合 第二天就要整合啊 不是打電話 我昨天舉例子 美國民主黨的黨內出選 歐巴馬贏了 其他人輸了 第二天 兩個就密室 彈 一出來 其他人說 我公開支持歐巴馬 第二天就整合 然後 其他人還清心 全力的替歐巴馬助選 所以歐巴馬一定要感激他 說你還做國務卿 歐巴馬很驕傲說 我是組 不叫政敵團隊 Team of rival 是引用之林肯 我要組無敵團隊 這才整合嘛 已經三個月了耶 我的整合 丁手中要三個月 那其他民國 好 我最不懂為什麼叫 蒙古寄兵變正規步兵 蒙古寄兵 花三個月 我研究過陳吉思蘭歷史 三個月 蒙古人已經從蒙古 打到烏克蘭跟匈牙利了 你還在原地打轉 還在那邊 被川普大樓跟Playboy事件 陷入泥道啦 步兵 那準備再走一年是不是 原地打轉嘛 陷入泥道了嘛 講結論 假以講最好 仁義不失 攻守之士一言 今天國民黨是守 民黨是攻 我要請教 連勝文在台北市 那失去的百慕達三角 那百分之三十 哪裡去了 一定有問題 不要怪東怪西 不要怪朱立仁 不要什麼豪龍斌 或是馬英九 先看看自己 我講結論的故事 現在接任國務卿 進辦公室 他們是無共接軌 前任Rice 就後腳走 坐上劉鋒信 一個卡片 賴醫師 交給先生說 希拉蕊女士 我相信 你是熱愛這國家的 希拉蕊看了 非常感動 連勝文先生 你要參選台北市場 讓我們展現 你在愛台灣愛國家 我們就能感受 盡理責任去做 你真心誠意去做 台北市民就感受 如果繼續做表面工作 什麼援啊 什麼步兵啊 蒙古紀兵 說有的啊 五四三的 無濟於事 我講話 也許沒有請揮諸詞 都重了 但是如果你 不同自己改變開始 你照樣做這個方式 我相信 柯文哲會從玻璃天花板 震出一條 一條縫 目前是鬆動的 不要低估這個形勢 而且連勝文現在 這個民調大幅落後 課文只是因為 不擅長組織戰嗎 吉剛力宏很善意的提醒 說這個連勝文 如果周日跟馬英九同台 千萬不要握手 不只是因為馬英九魔咒 大家還記得連勝文的時候 很流行這個 拿鞋子丟總統的時候 連勝文在這個 國民黨十九拳吧 看到馬總統 他刻意轉身 不跟馬英九握手的 那現在禮拜天了 他到底要不要握手呢 那個時候連勝文 是翹馬大將啊 那現在呢 這就是大家質疑 連勝文的地方 比方我們來看看 連勝文嗆馬英九的話語 言有在耳啊 比方真正瑣碎的時候呢 連勝文說 為了解決貧富差距 而開真正瑣碎 簡直就是挖心臟去 一一頭痛啊 讓人想不透這個邏輯思維 到底在哪裡 然後呢 大家那時候認為 連勝文聲勢高漲 你可以來選北市長啊 連勝文怎麼講 他說經濟搞不好啊 當選也不過只是 丐幫幫主 為了大我 我一定會善盡黨員的責任 做實事講真話 然後馬王政政的時候呢 連勝文則說 現在又不是大明王朝 任何人都不能高過法律啊 就算總統也不例外 所以現在呢 你是不是要大明王朝 來幫你背書呢 這就是大家非常質疑的地方了 而且我要請教小段 其實連勝文還講到一點喔 說他最近啊 為什麼講話好像都被大家誤會 就是因為之前的這個 競選團隊沒有辦法整合 所以他現在呢 自己要決定跳下來做了 他說掌外必先安內 也就是說 之前我做錯說錯 都跟我沒關係 都是競選團隊的錯 感覺上 是不是也在推責任呢 這段時間 對我來說我一個感受 我說我今天如果是馬英九 我就坐在總統府裡面笑 說看人挑戰不吃力 對不對 你看你那時候在那邊耍嘴皮子 你現在呢 我要處理政所稅 我要處理經濟 我要處理這些大問題 那是多複雜的一件事情 你在那邊講風涼話 你現在連一個小小的事情 連個川普大樓也搞不好 因為不會不會的事情 你也沒有辦法做解釋 對不對 那你不要說 這些小問題 有一個這個 這個我覺得連勝文 如果處理不好的話 會變成一個大事 這個這個廣告 這個廣告 對不對 這個在那個西門町那個廣告 說月租八十萬 然後說 他是不是違規的廣告物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們對 連勝文如果對馬英九要求 是那樣的話 你遇到的問題 你要怎麼樣做危機處理 你怎麼樣對自己要求 其實市民要看到說 好我支持連勝文 很多藍軍的支持者 我喜歡連勝文 因為他對馬英九講真話 好講真話這件事情 面對到你自己的事情的時候 就是一個考驗 你去批評別人說 講真話 你對自己呢 就著閃又躲 我們看 今天這個聯合報的報導 他說面對媒體詢問 在西門町懸掛的巨型競選廣告 可能違規 連勝文表示 將了解這個狀況 因為競選廣告 是完全委託專業團隊製作 會和團隊來討論 這個廣告有沒有違規 不是這兩天 這個昨天不是第一天 已經發生了 被批評了兩天了 你昨天面對媒體問 跟你講 你沒有辦法講說 是違規 我道歉 我馬上把它卸下來 沒有 你說我回去跟我的專業團隊討論一下 你廢話 這個廣告我也知道 不是你自己畫的 也不是你去調的 對不對 你還要讓大家說 我回去討論看看 然後聯勝文的 這個競選辦公室的發言人說 該競選廣告是黨內初選時 請廠商幫忙掛上去的文宣 基本上初選後就沒有繼續使用 這是另外一個笑話 這位錢正宇先生 看板掉上去的時候 我掉上去的時候 我就沒有繼續再用 是什麼意思 你要拿個布把它遮住嗎 你說我這杯水 我打開之後我就沒有再喝了 對不對 那可以這樣講 廣告這個東西 你掉上去的時候 我沒有再用是什麼意思 就不用都會失效 這不是笑話嗎 我補充一下 我們台北市競選廣告物的規定是 初選前一個月可以掛 初選完以後就不可以再掛了 他4月19號就初選結束了 他這個廣告是4月掛 我去查過是4月掛 好 你說 初選的時候請廠商幫忙掛上去的 可能是廠商疏漏 會盡快請廠商撤下 4月19初選結束 到現在超過50天了 你連聖文跟你的團隊 都不曉得說為一個違規廣告 繼續掉在那個地方 那麼大一塊 一個月80萬 你說是廠商疏漏 這個廠商是吃飽的太撐著 說我那個地方可以做廣告 一個月80萬 我就繼續掉在那個地方 另外一個問題 還有我補充一下 廠商贊助的80萬也要申報 沒有錯 這個就是問題 那個地點跟那個製作帆布的那個廣告的所有的成本 他的錢正宇說 該地點是支持者提供 費用也是支持者義務贊助 沒有花費任何費用 這是另外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那個是要申報 那個要申報 那個除了要申報 你選完要申報之外 我現在如果是他的對手 我就要問 那是誰支持你一個月80萬 那個地點 那個不是一筆小錢吧 我們都說選舉要透明要公開 對 那你現在就告訴我 那個地點是誰贊助你 請你連先生 你連勝文現在要 說我自己要上陣了對不對 那你明天告訴我 今天晚上看到這個追追追 說我們在跟他請問 明天開個記者會吧 跟大家道歉 說我那個廣告現在卸下來了 你從這這麼多天了 總該卸下來了 這麼多天 你總要出來告訴我們說 這是怎麼一回事 這麼多天 你總要告訴我們說 那是誰贊助的 如果你沒有辦法說明的話 不但你在這個過程裡面 把責任推給廠商 把責任推給這個製作的單位 你還公然的說謊 或又或者是說那個贊助的人 其實沒有辦法露面 他是見不得光的 你到底是哪一樣 你要說吧 如果連聖文連這一個小事情 都沒有辦法處理 他都要把他批評馬英九那些話 通通把他拿回來 然後塞到嘴巴裡 然後吞下去 就不要再排出來了 就一輩子跟著他 為什麼 因為他沒有資格去批評馬英九 我如果今天是馬英九 坐在總統府裡面 我覺得馬英九一定會覺得說 那段一康講出我心裡的話 對不對 你看他對馬英九的批評哪一點公平 他自己沒有辦法連小事情都沒有辦法處理的人 你要告訴台北市民說 說我要來當台北市長 台北市連聖文那個籃沒有被質疑 對 他跟那個時候馬英九 李登輝去舉馬英九的手 那個意義不一樣 就連聖文他沒有人質疑說 你不夠藍 沒有這回事 所以藍營的整合 其實不是一個藍跟綠 或者說 你有一點這個藍皮綠骨 不是這樣 他就是藍 甚至有人覺得他比馬英九還要藍 對不對 他比丁守中還要藍 他就是個藍 沒有問題 他今天被質疑的不是這個 他今天被質疑的問題就是 你的出身你是權貴 你根本沒有能力 你的誠意 你的能力 你能靠自己 來單元一個好的台北市長 連選戰這個過程裡面 你能讓我看到你變成一個大人 這一點被打成一個問號 這個不是馬英九他們出面 可以幫他解決的 你當個大人吧 你出面的承擔責任 承認說我錯了 這就是我 我從選戰中學習 要成為一個大人的開始 那看選民會不會接受說 我們讓選戰把你磨練 讓你當大人 那我們要不要給你這個機會 那是台北市民的決定 對啊 問一下施剛 禮拜天之後馬總統去人家店問這個 你之前你連聖文嗆他是什麼 大明王朝 經濟不好是蓋幫幫助 那到時候記者一定問 那你現在要再舉手 以前講的話怎麼辦 這樣子 講真話做實事 其實他自己 對他自己個性的描述 你說林聖文在自己 對 我覺得他對他自己個性的描述 就是講真話做實事 那所以之前的一些 不管在政策上面有一些批評也好 或者有一些不同的意見也好 我覺得他也是講真話 講出他自己內心對這個事情的看法 我相信在這種人格特質上面 他現在為民視感覺得起來 他講真話的那個特質不見了 在十二年國教這部分 其實他花了很多的心思 包括跟家長團體 跟老師團體的一些座談 了解他們的想法 他也提出了一些看法 希望十二年國教教育部這邊 早點做定案 那現在在競選的過程當邊 大家很喜歡把過去的一些真話 然後把它做一些放大 去看他跟馬鞭九這些關係 但是根據我的觀察 我覺得他跟馬鞭九的關係 事實上已經漸入加進了 已經越來越好 我打個岔 我打個岔 過去如果不被檢驗 我們沒有辦法確保他的未來 如果連過去你做過事情 講過的話 你都可以說過去我們就不要再提了 我怎麼相信你現在的話 我怎麼保證 你怎麼跟我保證你的未來呢 所以過去是必然要被檢驗 我們檢驗一個政治人物 當然是從過去開始檢驗 我要檢驗你過去 你批評別人 我要回頭再看你自己 我覺得做一個選民來說 絕對有資格這樣做 絕對應該要這樣做 那我們來看他過去 不管是剛才主持人講到 那些不同的意見 我相信在當初講出來 這些話的時候 不管一些民眾也好 或是黨員也好 或是媒體也好 都有給他一些正面的回應 所以我覺得講真話這一段 這個部分 他到現在事實上 都在這個人格特質上面 他並沒有去磨滅 那當然今天他作為一個黨的候選人 他當然不可能每天 就看了報紙去做批評的這個動作 我覺得這也不是一個黨的候選人 應該要做的事情 所以我認為大家去檢驗他的 所以你說你意思是別人跟馬仲 現在一下米跟仇兩個和好了 我認為他們兩個 不管是他們兩個也好 或朱立爺也好 武登也好 我覺得大家都在同一條船上 是一個命運共同情 他在同一條船上的時候 實在不允許大家 把那個船槳互相的這樣扭捏 然後互相有不同的方向 我覺得這個艘船如果這樣的情況 可是他當時就是因為不同的方向 所以聲勢起來的啊 對不起 我覺得當時他是講出了一些民眾 或一些媒體 對這些事情的一些看法 是 那我不管是聯盛媒也好 其實當時很多黨內的立委 也提出很多不同的看法 你的結論就是說 當初他沒有在那個船上嘛 現在上了那個船 我現在上船了嘛 對不對 我以前不在船上 我現在有機會上船 大家當好朋友了嘛 我們一起划船了嘛 對不對 大家就不要提一件事 我們才用力划船 用力划船 我一個人划不動 你們大家幫忙划 馬英九幫忙划 朱立倫報 我過去罵你們那個 因為我現在上 沒有船票 現在我有船票了 我們好朋友 變成這樣子 那如果按照這個計劃 當時有不同意見的委員 立法委員好 黨籍委員好 其實你沒有回答我的話 我其實可以體諒 連勝文現在的處境 我都可以承認說 你反正現在當黨的候選人嘛 你怎麼好一直批評自己的黨主席呢 可是我說 你要用你過去批評 馬英九的那個標準 來檢驗自己的團隊嘛 我覺得是 選民要看的是這個 就當時為了國家好 選民要看你可以擔起責任 你當了大人嘛 說我的團隊做錯事情 我來承擔 你不要怪給廠商 你說掛在那個地方50天 你說他們可能搞錯了 這是笑話 我跟你講如果選民給你 選民感覺什麼 要不然你就不敢擔責任 要不然你就這個糊塗蛋嘛 你糊塗到這個地步 我怎麼讓你當台北市長 我來幫這個張士剛回答一下好不好 我覺得有點替他著急 小段的質疑非常對 這也是連勝文他今天一定要去面對的 比方說他今天在聯合報提到說 他在基層走訪的時候 發現有人對國民黨的政策不滿意 所以呢 也可能會遷怒到國民黨候選人 包括12年國教的部分措施 以軍公教政策的變化 但是我要問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如果這個是中央 國民黨要承擔的包袱 朱立倫也要受影響啊 那很多人都要受影響啊 換句話說你不能拿說這個中央的部分 所以我連勝文民調調了 所以要怪中央不能怪我 第二個就是說 台北市好龍斌也有些政策 是大家不滿意的 好龍斌呢今天在立法院 不對在市議會接受我們的市政總質詢 大家也對他這個12年國教 台北市沒有去為台北市民 台北市的家長來據理力爭 有很大的質疑 所以今天連勝文他對於中央的政策 他要提出支持承擔 他也要提出建議跟改革 他兩者都要做而且都要做得到 他過去呢再也他就罵罵啊放放話 那大家給他鼓鼓掌給他很多的這個支持 今天像小旦說的我們一起上了一條船了 那你不能說我們都一起上一條賊船呢 你要說我們上了一條航空母艦啊 對不對我們大家一起來做 所以這兩件事情考驗連勝文的智慧 他今天要去承擔馬英九的好跟壞 承擔國民黨的好跟壞 承擔好農民的好跟壞 大家就看你怎麼樣去既往開來承擔跟改革 有沒有能做到 有沒有最重要是選民怎麼看啊 對不對選民會是不是說現在過去了 我們就票還是投給他 連勝文你要試著當連勝文 不要只會當連戰的兒子 你在講那些話的時候你叫做連勝文 可是當你變成候選人之後 你又變回連戰的兒子 選民喜歡你的 你的四十幾% 是因為你叫連勝文 不是因為你叫連戰的兒子 你要找回連勝文這個人 而不是連戰的兒子 你們說上船啊 謝謝 禮拜天大家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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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天 禮拜天